在这届奥运会上 我国的各个球类项目的成绩 普遍比上届好 女子足球 女子排球和女子累球 我国都获得了亚军 都超过了赛前内定的奖牌指标 男子篮球进入前八名 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女子手球获得第五名 虽然不如1984年奥运会上的第三名 但却是近年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此外 我国的乒乓球 羽毛球和网球 这次的成绩也好于上届 唯一名次下降的是女子篮球队 我们认为和上届奥运会相比 我国体育的整体实力 基本时评略略有上升 还有一个根据 是在本届赛事当中 我国男选手有明显的进步 上届奥运会我国的16枚金牌当中 女选手得了12枚 男选手只获得4枚 而在这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 女选手获得9枚 男选手获得7枚 在重大国际性比赛当中 男子项目的影响要大于女子 因此我国男选手成绩的大幅度提高 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通过本届奥运会 我们除了要看到我国运动员 所取得的出色成绩以外 也应当看到我国体育存在的一些明显的不足 从奥运会的项目设置上来看 我国这次只参加了271个小项当中的 153个小项的比赛 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 我国在许多大项目上缺少竞争力 例如男子田径 男子游泳 网球 拳击 男子足球 男子排球等等 第二 我国在一些金牌数量较多的项目上竞争力小 例如摔跤有20枚金牌 我国只获得一枚铜牌 帆船赛艇和披滑艇 共40枚金牌 我国只获得一块银牌 至于拳击 马术 网球 曲棍球等项目 我国落后的幅度更大 第三 我国的球类项目虽然有所进步 但是在大球项目上仍然没有获得金牌 说明我国球类项目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还需要来自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随着我国男子标枪选手张连彪的最后一投 中国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上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四年后的悉尼奥运会将成为我国运动员下一个奋斗目标 我们相信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认真总结本届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争取在未来的世界大赛上 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